大家好 今天是10月7日星期四 整个大市在传统南筹 做好开动之下 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反弹 看见今天的友邦 汇控 南筹地产股 平保 港交所这些 都是出现了明显上升 连带亚里巴巴 一直都弱势 今天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反弹 我们看看指数 行指早市先高开373点 去到24,339点 之后有点整固而低见24,310 但主要整份股开始一步一步做好 尤其是传统的南筹 结果指数一步一步向上攀升 直至下午大概三点 已经一度高见24,658点 相对昨天的收市来说 市是反弹了692点 而更重要的就是 技术上已经突破了 今个月四日的高位24,478 即是说10月份的市 暂时的指数是由5日的低位23,681 升到上去 今天7日下午3点 暂时的高位24,658点 波幅一定有977点 但问题是一个月的高低位 一般来说不应在三个交易天之内出现 况且977点的波幅 亦都可能未必能够满足到整个月的要求 剩下的问题就是 只要先低后高形态不变的话 理论上市是会进一步向上 找更加高的指数 我们再看移动线方面的表现 经过今日的列口高开再向上行 恒指已经突破了10天平均移动线 10天线现在大概在23,330点 以现在的指数去到24,600 有点升了的感觉 再向上望就是20天平均移动线 大概在24,790点 技术上、形态上都告诉我们 大市暂时已经摆脱了 进一步不断向下沉低位的格局 至于市在一个反弹的势流当中 到底能够延续多久和升多少呢 我们当然要看成交金額 因为这是市的动力 但这点就有点不足了 因为到下午3点左右 指数是升了692点 但成交金額是800亿都不到 即是市的动力始终未能够配合 这个也难怪 因为目前困扰市场的不明因素仍然多 例如内房的债务问题 不会因为市升几百点 相关问题解决了 是不会的 另外就是内地缺电的问题 电方的问题 当然这个是慢慢慢慢可以解决 但你看回狗子 或者是李文造子这些工业股 股价近期跌得这么多 或多或少就是因为 是电力不足停电所导致的 市场是会不安 另外要关注的是美股的走势 虽然美股暂时来说 是反复在34,000作均水平 都未去到一个令人很担心的境界 但道指我不管哪一段时期 如果有机会反复从而 试得到今年6月18日的低位 33,271点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因为整个浪涨了很多了 在高台上也整固了4个月 已经差不多5个月了 如果一旦跌穿中间的低位 叫颈线位 美股的回调幅度是会深一点的 总的来说 大市出现了一个回稳势头 但成交禁额不足够 顺带一提 华智宣布了一个私有化 4元 但问题是 可能小股东也不太满意 因为华智的折扬是很厉害的 每股之限值值 应该是10元以上 以4元来说 很可能小股东 都会要求大股东稍微加价价 如果加不成 可能这个私有化去到最后 也未必会顺利成功 下午分析就说到这里 大家好 今天是10月7号 星期四 股市经过了这段时间的不断的受压之后 今天终于出现一个明显的反弹 我们先看看那个指数 早段恒生指数先高开373点到24339点 往后曾经轻轻地反弱而低见24310点 可是没有太大的估讶 还有回稳的买盘又再出现 尤其是传统的南筹 明显地做好 像邮邦 像汇宏 香港交易所 平榜都是明显做好 连那个阿里巴巴股价也出现差不多10%的反弹 结果指数就一步一步上去 直到下午3点左右水平 指数曾经一度是高见24658点 相对昨天收拾来说是大波度反弹了 692点 可是尽管指数出现明显的反弹 可是成交方面我觉得还是比较保守 因为在这一分钟股市的成交才不过800亿也不到 等于说指数是出现大幅度的上升 可是动力方面暂时的确还是比较低 这个大家有留意 我们再看看移动线方面 其实经过了今天的大幅度上去 尤其是指数出现692点的反弹 的确是已经回升到10天线以上 10天线现在大概在24330点 指数既然能够突破10天线 等于说整个不断往下寻找低位的指数 暂时来说已经回稳下来了 再往上看就是20天线 20天线现在大概在24790点 能不能够攻破就去看看 往后那个资金入水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 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指数是突破了这个月4号的高位24478点 等于说10月份的股市直到目前为止这几个交易天 已经出现一个先低而后高的走势 低位是星期二五号的23681点 高位暂时来说就是今天下午的24658点 等于说这个月的波幅暂时有977点 要留意一个月的高低位是绝对不可能在三个交易天之内出现 还有977点的波幅也不可能满足整个月的要求 那很简单说一句 只要先低后高的走势不变的话 其实来说股市还是有机会再进一步往下寻找这个月的高位的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基础上的反弹而已 并不是一个中期声乱的开始 这点大家有留意 尤其是内地的那个内房的债务问题 暂时还是比较严重 而且缺电的情况暂时还是在的 当然这个问题可以解决的 可是股市的确是比较敏感 所以暂时来说要出现一个反弹 其实问题不大 可是要出现一个明显的上升 譬如来说发展成一个中期声乱的话 我觉得暂时来说可能条件还不到 尤其是美股方面 大家有没有留意 最近美股一直反复在34,000左右水平 可是比较关键的就是 从8月16号的高位35,631点开始的回调 要是有机位有一天跌圈 6月18号的低位33,271点的话 等于说整个美股可能已经出现一个中期大深厚的一个 正常的消化跟调整 所以在那一分钟要留意 美股创历史新高 其实港股不会受到刺激 可是美股出现一个明显的下调的话 绝对会影响到港股 所以暂时的布局方面 我觉得稍微保守一点点 我觉得也是应该的 好了 下午分析就说到这里 好 下午分析就会与个个厉害 这部门的上补 那么凉重